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普席会向世界释放多个负面讯号专家解读 在北京的普席会议落幕 针对中俄联合声明及官媒释出的会谈信息 专家认为 释放多个对世界属于负面的讯号 普京在铺排战争长期化 但中共在经济上自身难保 以人民币交易 俄方风险大 普席会官方信息突出中俄经贸合作分析 这已经让人担忧 5月16日 周四的上午 习近平在北京同普京举行会谈 整个会谈的公开信息与俄乌战争无关 以经贸方面内容为主 双方商定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还包括提升双边贸易 融资 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本币比重 完善两国金融基础设施 畅通两国间经营主体结算管道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 让皮埃尔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拜登政府官员没有看到 中俄联合声明有任何新内容 我们认为 中国公司帮助普京发动 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接受的 让皮埃尔说 台湾云林科大财经系教授 郑正炳5月17日对大纪元表示 全球最担心是两国在军事上的同盟 中俄经贸合作是次要的 官方新闻讲到军事的部分是不多 但是在十项联合声明里面 军事的部分还是有相当比重 中俄联合声明中 确立中俄不结盟 但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加强经贸 能源 科技等合作 并多次点名美国 批评美国针对中俄开展联合演习 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岛系统等 针对俄乌战争 联合声明称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欢迎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台湾问题上 文件指 俄方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郑正炳认为 习近平现在处在两难当中 一方面因为要发展经济稳定国内的情势 希望跟美国及欧盟改善关系 另一方面 他又有个人的企图 和普京在全球新秩序的重组上有很密切的合作 他认为 习普都不想拉高全球对他们军事合作的担忧 所以把焦点特别突出他们在经贸上的合作 不过 即使是只谈经贸的合作 也已经很让西方国家担忧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 5月17日也对大纪元表示 俄罗斯还是非常依赖跟中国的贸易 习近平当然还是会去强调 友谊发展的重要性 他不太想去谈论军事的问题 是想要两边讨好 一方面暗中给俄罗斯很多的间接支持 让俄国可以继续维持战争能量 但是另一方面 习近平又不愿意因为对俄罗斯的间接援助 而因此影响到跟西方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跟欧洲国家的关系 普京充当小弟习派小角色 阶级矮化 这次普京到访 给外界的感觉是充当习近平的小弟的求助角色去北京 去接机的只是国务委员慎怡勤 但习近平迎接普京 中南海铺出隆重的红地毯 郑郑炳说 在战争之前普京是习近平的偶像 在战争当中 习近平仍然有很多东西要跟普京学习 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之后 因为俄罗斯有生存上的困难 有军事上的难题 这个时候反转过来 变成普京对习近平的要求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看起来 普京现在是习近平的小弟 两种说法都会通 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两个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在他们统治下的两国 都处在跟西方对抗里面 都需要对方来取暖 虽然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比较多 但是中国也同样需要跟俄罗斯结盟 不过郑正秉认为 习近平也是非常看重俄罗斯的 从这种红地毯的设置 阅兵的形式都非常的隆重 但他又想降低军事上的关注 凸显经济资源的重要性 看起来有点欲盖弥彰 虽然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说 普希会实相声明里面 没有看出一些新东西 但实际上 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几年里面 全球重大事件的发展 他们的合作并没有停下来 一直在加码 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 所发表的声明 跟中俄之间所发表的声明 天差地远 陈世民说 一个国务委员接普京在前 就是给普京穿小鞋 让人家觉得 普京就是有求于中国的小老弟 上个月 习近平去法国访问 法国总理去接机 如果说俄国对你中国这么重要的话 就算习近平自己不出面 至少应该派国家副主席韩正 或人大委员长 至于习近平迎接普京进中南海时 使用礼炮 急铺大面积的红地毯 陈世民说 这是两面手法 全世界都会看到 普京走下来中国领土的那个时刻 普京只是中国的小老弟 普京进入中南海的时候 我给铺一大堆红地毯 稍微平衡一下 但谁接普京的那一幕 才是重点 经济学家 当俄国防部长专家 铺牌战争长期化 5月12日 普京新任期的首个大动作 是换掉俄罗斯在任时间最长的国防部长少依谷 让经济学家别洛乌索夫取而代之 郑正炳说 这个经济学家背景非常扎实 曾是第一副总理 以前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可以看到两个征兆 第一个就是他普京用经济学家来规划战争 表示俄乌战争未来是一个长期和扩散的方向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降低成本 让战争的长远性能够延续 另外 他也是对华的专家 这次普京也把他带到中国去 合作将更加的密切 这不是一个太正面的讯号 郑正炳说 这次中俄会谈都是双方非常重要的人 包括国防军事的代表 还有经济财政上的代表 普京还飞到哈尔滨参加中俄的贸易博览会 看起来比较偏经济 实际上经贸的合作也是指向军事的合作 因为经贸合作成功了 俄国的财政就可以继续 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以继续升级 对欧洲的威胁也可以继续提升 同样 声明里面也提到东亚 朝鲜 中东 他们的军事演习也要再升级 在北极 东亚这一带的合作也要升级 再加上经济上密切的合作 对西方世界或者全球来说 都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就普京让经济专家当国防部长 陈世民也表示 这代表俄罗斯想要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普京想要把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变成是一个以军工产业为主的经济 或者叫做军国主义的经济 整个经济是为了军事去服务 专家 中共经济自身难保 本币交易 俄方风险大 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 要提升双边的贸易 要加强本地的货币比重 要畅通两国之间的经济主体的结算管道 郑正平表示 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存底 未来如果中国要跟俄罗斯同盟 要攻打台湾 或者在南海 东亚这边有地缘政治冲突 按照乌克兰战争的模式 美国跟西方盟友一定会透过Swift来制裁它 俄罗斯和中国现在都在抛售美元 减持美元的资产 不断地掌握黄金或者英美之外的其他资产 目前 全球金融体系 核心的货币是美元和欧元 占了全球货币交易的将近90% 剩下的10%让日币 瑞士法郎或者人民币来分 而交易系统里面最大的交易系统是Swift系统 占了全球经济贸易活动的90%左右 俄乌战争之下 俄罗斯和中国只要是以美元或欧元 存在国外的资产或存款 全部都会被冻结 郑正平表示 俄罗斯跟中国在俄乌战争一开始时 就已经希望能够建立美元之外 他们自己本币的支付 包括用人民币或俄罗斯卢布来交易 但是卢布的影响力远比人民币更低 然后他们还把其他国家也加进来 比如跟沙特阿拉伯这些中东的国家 希望最好是用人民币来结算 最近因为中国经济情况非常糟 大量的外资外移 造成它的出口很差 人民币在全球竞争的动荡之下 它的价值会低估 这些东西都威胁到它的结算系统 跟本币的使用 但是看起来 中俄联盟企图使用中俄结算系统的努力 还是会继续 陈世民也说 俄罗斯被踢出美元结算的Swift机制 所以跟中国的贸易都是用人民币结算 俄罗斯现在有很多人民币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放缓 再加上美国又要施加关税 制裁中国经济 依照过去 中国应对关税制裁的方式 是让人民币贬值 俄罗斯所拥有的一大堆人民币 币值可能就大幅度下降 有可能经济受很大的伤害 在俄乌战争前夕 中俄领导人2022年2月4日 在北京举行会谈后的联合声明提到 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 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 称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加强战略协作 不针对第三国等 而中俄两国元首今次发表联合声明 已不再提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陈世民表示 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不见 又形容中俄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不结盟就代表中俄的关系 是有止境的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主要讲的就是西方 就是针对欧洲 习近平想拉拢欧洲 去抗衡美国的压力 所以这次会面 实质意义跟两年前比较起来 反而还倒退了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